国盟自行推出与联邦政府不同的国庆日标志和主题引来各方议论后 国盟青年团团长阿姆法德利如今回应 自己只是抛出建议 各州政府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采纳 根据大都会日报 阿姆法德利表示 国盟青年团不会和国盟执政的州属商谈 州政府最终采纳与否 或是对联邦政府的国庆主题每意见 对他们而言都不是大问题 不过阿姆法德利指出 国盟青年团会继续使用他们所提出的标志和主题 但仅限于社交媒体上的使用 以确保人民不会被爱国情操和政党因素混淆 而针对副首相阿姆扎西批评他政治化国庆日 也是巴西马国会议员的阿姆法德利 在社交媒体上传影片强调 联邦政府在设定国庆主题和标志时 应该使用中性词汇 联邦政府在5月宣布 今年的国庆日主题是 昌明大马坚定团结满怀希望 但是阿姆法德利认为 国庆主题里不应该出现 昌明团结和希望的字眼 而前天推出的国盟版本国庆主题是 坚定共识幸福大马 阿姆斯领序